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ign your own 这里是华城在内湖的旗舰充电站 后面这台是EV6 今天来参加KIA办的一个环岛省电大竞赛 已经有媒体在准备出发了 总共这一天的比赛有8台车 我们要从台北内湖一路开到墾丁 然后绕台湾一圈 比什么比谁省电 比谁充电的速度最短 然后完成整趟的旅程 压力超大 因为我们只坐电动车 如果我们没有拿第一名 我就宣布即刻永久停止更新 好不好 刚刚听到上一梯 第一梯有人跑平均电号是8点多 8点多不简单 对一台大车来说 所以加油 现在是早上8点20 立刻出发 时间所剩不多 拍到恒春的实现是晚上的6点半 我们中间还要拍照 还要吃饭 还要尿尿 所以时间不是很充裕 走 好现在满电嘛 预估496公里 接近500 但它这有根据之前的驾驶的记录 动态计算 我觉得我可以开超过500 解释一下我们的路线 然后我的导航 刚刚Google Maps 第一个是设台东U Power那个充电站 这一段320公里 这样设定的原因是因为 它这样Google就会带我走台11线 就是海线 那边比较省电 如果走台9线 我觉得会耗电一点 然后再从台东市区一路岛去 目的地是墾丁的H会馆 总共的长度Google算出来是420公里 总共的时间是7个小时56分 就是接近8个小时 所以这路程真的蛮长的 我们要追求最高电耗 但是又要贴近正常的使用 所以我们的冷气是开24度 然后风量是调2 根据我之前开东部的经验 我觉得开东部最理想的应该是多滑行 动了回收 所以我目前是把它调成0 就是跟油车一模一样的开法 加一点速度然后滑 加一点速度滑 试试看它会不会比较省电 好大家知道电动车速度越快越耗电 所以开慢理论上电耗就会漂亮 可是Keya也知道我们知道这个诀窍 所以它还是有定一个实线 就是在晚上6点半之前一定要抵达 肯定你如果一路归一路时速30过去 就会失格 所以我也不能开太慢 目前我刚出雪岁从内湖到脚袭 大概50公里 电耗还不错 一度电可以跑8.5公里 第一个打卡点 台11线上面的北回归线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停一下 是Keya有说我们一定要在这边拍个照 证明我们有按照它的路线来走 我们现在开了4个半小时 227公里 来下去交作业 先拍个照 我们要把车跟北回归线的地标带进去 OK 买个东河包子 我今年台东来了可能有12次 经过东河很多次 第一次来买 肉包 诶 竹笋 这个叫旧街东河包子 我们平常经过的是外面马路 可是刚道路整修被带进来这里就买这一间了 竹笋包肉包红茶豆浆 这是竹笋包 台品包 狗来了 开个冷气吧 降温一下 等下到海边那边比较有凉风 我就会把冷气关掉 来吹个海风 整片大海前面就加入蓝海岸 这就是台东蓝 可是今天没那么蓝 讲一下为什么冷气开开关关 因为我责任很重 我一定要拿到省店冠军 出发的时候都开冷气 开开就觉得 诶 好像不用那么浪费 不用那么奢侈 因为来到花莲花东这边 海岸线其实风很凉 所以我们就决定开开 凉一凉之后 觉得OK了 就把冷气关掉休息一下 省一点电 然后吹海风 可是刚刚中午 太阳比较大 所以我们又开 所以一路上就会这样开开关关 就我的印象 冷气占行车耗电 可能会到10% 我就想要把冷气 耗电的这个比例降低一点 这样看看能不能多省一些电 现在凉的差不多了 凉了 关冷气开窗户 其实还好啦 真的啦 因为那个热感 有没有 很凉啊 这样开起来就会超省 台东市到了 不充电 对了 本来出发的时候计划要充电 最新的结论就是完全不用充 台北到台东市 现在还有59%的电 直接下去肯丁 绰绰有余 仪表板显示还有300多公里可以开 太可怕了 到了这个成绩我觉得真的没有第一名我真的认了 已经很可怕了吧 好几台车都到了 台北直达恒春 400 多少 411公里 等一下再来精算成绩给大家看 蛮厉害的电号 出发的时候Google是算要7个小时又56分吧 接近8小时 那我们开到这边刚刚总共花的是8小时又15分钟 我们中间休息了5-6次 包括吃饭 包括跟早餐店老板聊天 我们至少停留了1个小时以上 所以如果扣掉休息的时间 我们实际上开的是比Google预估的还要快 所以是一个正常的速度开 这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 我们一起来开 来给我下电号是 哇塞 好 411.1公里 511.1公里 18.05分 等下我拍个照仪式证明一下 OK 好 OK 谢谢 OK 等一下第一名的冠军呢 请讲5分钟的感言加5分钟 为什么可以获得这个数字 你才可以拿奖 因为我太好奇了 我也很好奇 我也很好奇 平均耗电量 每度电可以走9.7公里 哇 恭喜冠军 滴滴卡 嗚 嗚 嗚 嗨 我就是follow 一人早上的那个啦 右脚 动能回收关0 都用滑的 都用滑 对 都用滑的 开的很顺这样子 空调有关吗 空调偶尔开 偶尔开 热的时候开 对对对对 对 就这样子 1v6就可以开这么深 好 太巧了 对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早 今天是早上9点半 要从横春开西边的高速公路 一路北上 今天回程的挑战是 要比谁的充电时间最短 用最少的时间就可以开回台北 我们等一下路上边开边算一下 我们出发的时候电是剩下45% 以标板显示可以开接近240公里 所以我们在挑第一个充电站的时候 就会想要尽量开远 那选择就出来啦 最理想的是 国道1号的西罗北上加油站的一个特尔电力 可是它有点紧 如果怎么样有意外我可能开不到 第二远的会是国道3号的东山服务区 iCharging的充电站 但是我们最后选的是 U-Power在台南育农路那一个 它距离比较近 要开120公里 所以EV6是一定可以稳稳的开到那一边 那最后为什么我不去东山 要去更近一点的台南U-Power 主要是说这三个快充站 虽然他们都支援800伏的快充 可是他们的最高功率是有差别的 U-Power是360 特尔和iCharging的国道都是200 所以当我要充到同样的电量 例如我都充到50%的时候 我在U-Power充可以花比较少的时间 那这样就符合我们这一趟环岛 最短时间充电挑战的目标 哦 拍对哦 那就给他们先吧 好 抵达 U-Power台南育农站 跟预想的差不了多少 剩21% 符合我们的预期 但是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设定 就是我的电池只能充到50% 这里 80 70 60 50 等一下我们在这一边第一次的充电 就会从21%开始 然后设定到50让它停止 因为EV6最高充电功率是240千瓦 会发生在10%到50%之间 既然我要用最短时间充到最多电量 我就只用这一段这个最有效率的时间 我1%都不多充 然后充到50就继续往北开 这样算起来可能会充两次电才能到台北 但是第二次还要再充多少 充多久就路上就见机行驶再看看 那我现在不去旁边那一桩充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电力会互相分流 它的会被我拉过来 那我也充不到本来一桩这个最多的速度 所以就稍等一下 来 准备U-Power拿500A的夜冷枪 手描启动 OK 开始充电 21%开始 那我看它功率能不能爬越快越好 赶快去到230以上 对我的节省时间最有效果 啊 180 上不去 10%到80% 18分钟 我现在是21%到50% 我觉得应该是要在7分钟 可是我觉得功率好像没有攻到最高 现在是在180的几 功率上来了 现在31%嘛 过了3分钟 到226了 差不多了 车子最高是240嘛 那实际充限损啊那一些的 算起来 赞 我们刚刚有一个很可惜的就是 21%开始的时候功率卡在180几没上来嘛 那我后来回想因为我们的刚刚在排队 我们车子停在旁边 闲置了可能有半个小时 电池温度应该不够 一直到31%的时候才拉到230几千瓦 但这样等于我20-30%这一段速度没起来 很可惜啊 有点浪费时间 因为本来我们的如意算盘是高速公路下来 高速公路最后一段加速 开快一点 让电池温度拉起来 结果很可惜啊 下来之后车子又停在那边放 啊 7分钟 我的设定就是6-7分钟 48 49 赶快跳停啊 哦 停了 50% OK 第一次充电哦 总共花了7分12秒 最大功率235千瓦 平均是189 我充进了22.73度 那我的EV6现在有50%的电 我希望可以开200多公里 到下一个 也就是我最后一次充电的电 我们会尽量往北开 我们改变心意了 我要去西罗北上加油站的特尔电力充 是因为本来设定的要开到新竹或湖口去充 可以到可是到那边之后 我发现电量应该会低于5% 太低了 那太低了开始充 它充电功率就会很慢 在10%以下它是慢的 它就会拖累我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剩32% 等一下下去西罗再赶快充一下 充到50或是55 应该没几分钟 然后就一路攻回内湖 我觉得这样才是最省时间的充法 看一下功率拉得怎么样 现在 160 170 180 690 197 这就是特尔这个站 有800伏的电压 这个站是200千瓦 就可以充到最高最高最高值 很快啊 讚 结果我们就直接让它充到60% 因为是6分钟跟7分钟的差别 我们总共花了7分钟充电 补进了22.68度 花了272块 现在车端的电量是60% 可以开 开蛮多了我还没看 但是我们就要一路攻回内湖 绝对够 回到内湖了 5点前压线 我们是第二台回来的媒体啊 OK 839.5公里 开车的时间是14个小时又24分 好 数据整理完毕 算出来了 完成了我的第一次EV6环岛 那我的两个大挑战 从台北南下到恒春坊山的这一个 平均电号是9.7公里 每度电 总形式里程是411.1 充电的话 我这样绕一圈 快要840公里 充了两次 第一次7分12秒 第二次是7分钟 所以加起来只花了14分钟在充电 我不知道这跟大家在看影片前半段的时候 预想的结果接不接近 因为EV6在上市的时候 就打10%到80% 18分钟嘛 搭配它的那一个最佳充电效率的充电波段的话 真的是可以省下很多很多时间在充电上 当然我为了要拼前几名 精算的比较多 可是一般人开电动车不用像我这么累 它很省电 它充电很快 非常建议大家去试试看 以上就是这一次EV6环岛测试 两天一夜 希望都有可以提供给大家实用的资讯 感谢收看第一看 我是Marco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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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